今天又知秋为您带来2月23号的环球军情榜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颗星的新闻 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米哈伊尔谢列梅特 当地时间2月22号表示 对于俄罗斯宣布承认 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干斯克人民共和国独立后 可能面临的制裁措施 俄罗斯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迎接事态发展 俄罗斯不会胆怯 俄罗斯毕竟是一个大国 对其的制裁不可能永远持续 再来关注两颗星的新闻 国际文传电讯社2月21号报道 俄罗斯军方阻止了来自乌克兰方面侵犯边境的行为 此外俄方称杀死了5名试图侵犯边境的人 并击毁两辆乌军装甲车 但乌克兰方面否认并反驳称 被击毁的BTR-70M装甲车 与俄军使用的型号高度类似 很有可能是俄罗斯自导自演的一场入侵行动 再来关注三颗星的新闻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1号报道 美国武装部队防御准备状态已经达三级 该警报系统共五个级别 一级为最高级别 相当于战争状态或核威胁 历史上有三次达到三级警戒 分别是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 1991年海湾战争和2001年的911袭击 继续来关注四颗星的新闻 据美联社2月22号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乌民众表示 乌克兰不怕任何事或者任何人 并将保留进行独自和集体防卫的权利 乌克兰有能力保卫自己的边界 此前美国方面建议泽连斯基前往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 但泽连斯基拒绝了这一提议 最后来关注五颗星的新闻 据俄新社2月22号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于当地时间21号 宣布承认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干斯克人民共和国独立后 又在当天晚些时候发布了总统令 指示俄武装力量进入顿巴斯地区维护当地和平 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也援引目击者的消息称 两个装甲车队已经进入顿涅茨克 正在向该地区的北部和西部前进 这也是俄军首次开进乌克兰东部 以上就是今天的环球军情报